哈囉,大家好 我是Earvin 那我現在在那個布魯塞爾的飯店大廳 大家可以自己轉樓看一下 現在時間是9點52分 然後飯店這邊,就是大廳這邊都沒有人 那... 大家看到後面好像還有路人 就是,有聽到路人是誰 好,那為什麼我現在在大廳呢 因為我的室友把鑰匙帶出門 他沒有把鑰匙留在櫃檯 然後,現在很累 回來飯店,然後發現沒有鑰匙進房間 然後9點52分,為什麼還沒回來呢? 因為現在是晚上是 RiseCon第一天晚上的Party 然後Party有兩個點 一個是Mozilla的點 再一個London Calling的一個酒吧 另外一個是微軟的點 就在微軟裡面 對,那微軟裡面有非常多的酒 那微軟裡面也有非常多的酒 因為它是酒吧 大概都還在喝,沒有人看我的訊息 呵呵呵 好喔 那... RiseCon 我第一次來RiseCon 這是我第一次來RiseCon 那感謝那個民主基金會的贊助 贊助了我一部分的門票 慘了 我看到訊息說不在那邊 幹,那不就丟了 不在那邊 更多的酒 下延時 我們會有很多酒 或是喝酒 很高的酒 那是一杯水 五十多酒 有時候 喝酒 有時候 你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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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等一下再去問一次回台 好吧,總之就是繼續錄 就RISECOM是 這是SSNOW舉辦的研討會 那SSNOW它是一個負責 一個做數位人權 跟SS啊 然後幫人權工作者解決技術問題啊 這一類的專門的一個負責 那他們在美國跟在歐洲這邊都還蠻 都還蠻強大的樣子 好像啊,對,其實沒有很熟 好,那 這就是肯定那個 就是 派全會的和平學嘛 他在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議程是禮拜三 不是禮拜三 是第三天早上 那他介紹說RISECOM的活動 然後我們就有OCF的 我們就跟OCF的裴臉 然後維基百科的OCF裴臉跟阿端 然後維基百科的 兩個人 然後維基百科的Dennis跟那個MGD 東正一 就找了,就 申請了民主基金會的贊助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樣子 好,那今天第一天 他活動是從10點到 然後早上9點開始 早上9點到下午6點 非常的長啦 非常的滿長 連中午吃飯時間 都有誰選 而且我中午吃飯時間 誰選一出來 都發現東西都沒了 所以我中午沒有吃飯 那簡單的講 就是今天有聽到什麼東西 一開始就是OPENING OPENING就是MITREAL的OPENING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Mozilla的印象鬼 他就是我在上面會就是 即時的轉播所有的模樣 有關的印象 即時的介紹這樣子 好,那 一開始就是OPENING OPENINGMITREAL的上台 然後就是說OPENING 然後 Respon很好玩 但OPENING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人探集 很剛熟 可能是SS的成員 然後OPENING完了之後 然後 我聽的第一個議程是 那個 Privacy by Design 跟Privacy by Default 就是說 歐盟他們在前年 通過了一個法律 是GDPR GDPR是什麼 就是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的一個法律 那它是歐盟的法律 所以 它只要一生效 就是歐盟的所有會員國一體 使用這樣子 對那 它是蠻重要的一個法律 它裡面要求有蠻多東西的 包含了 歐盟管轄權 它 對 像你個資 你的個資 以Facebook為例 Facebook在歐洲這邊 然後 指歐洲的公民使用Facebook 那Facebook就留了歐洲公民的一些個資 那這樣 在GDPR這個規定之下 歐盟就有法律管轄權 就對Facebook有法律管轄權 不管它是不是美國公司 或是 等級在愛爾蘭 或是 就是 在不在歐盟內 它都會想去這樣子 好 好 那 然後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非常高的法律 是 最高是公司全球營業額的4% 就是 如果 有公司違反了歐盟的這個資料保護原則的話 10% 這就是營業額 然後 它就有要求一些東西啊 像是 一開始大家在申請 大家在申請那個網路 任何網路帳號的時候 就送那個 那個 條款 使用者條款 那它這個GDPR裡面就有規定說 這個使用者條款不能用落落上的法律文件 要簡單 對 然後 有 就是說 我留的資料 我必須要有辦法存去 像是現在很多 現在Google其實都有做到 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存 取得自己的資料 那你可以看說那些資料是什麼形式嗎 然後 然後有被遺忘權 就是現在還在吵著 就是 就是 歐盟的 用戶 就是 在使用網路 網路服務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被遺忘權 就是它可以要求公司去把它的所有資料都去掉 被遺忘權 資料可吸 就是它有要求說 網路服務必須 要提供用戶可以匯出資料 然後可以把資料匯到別的服務區這樣子 資料可吸的原則 然後 最終就是這次的 可以選擇討論的 Privacy by Design Privacy by Deport 就是你的 東西的開立 你的服務的開發 你必須一開始就考慮 隱私跟安全之間這兩件事情 而不是說 這兩件事情 當作是額外的東西 那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 為什麼 然後這個議程 對我們Moya的成員參加 Moya的歐洲的 Policy Manager Cine Policy Manager 參加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Moya就是一個Privacy by Design Privacy by Default的一個組織 那Privacy by Design 是Privacy by Design的一個程式 這樣子 嗯 對啊 那 這其實是一個Panel 所以說還有 是有四個 有四個獎者吧 四五個獎者 然後Moya是其中一個獎者 然後Moya是其中一個獎者 一個獎者這樣子 對 那我們特別還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像 Privacy不是每一個平台的 不是任何平台的 預測流行器 所以 當你下載Privacy 安裝Privacy的時候 其實就是表達說 這個用戶 他選擇 重視隱私這件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好 那總之就是這樣子 然後 其實這個Session 還有另外談到一個東西 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的 呃 就是今年 稍早的事情吧 那個德國發現那個 小朋友玩的那個娃娃 然後 人工智慧對話 我挖那個 Keyla 喔 然後被發現說 他們會把 對話內容 上傳到 他們自己的雲端去 然後 上傳到雲端去 做人工智慧分析 那沒關係 但是他有流傳一陣在雲端 然後 被抓到 這樣 就是被發現 這樣子 然後我看那個新聞 我看這是最新的發展 是說 德國的不要求就是 銷回縮的這個Keyla 在他們的那個內 他們德國內的 這個產品這樣 嗯 對啊 就是在這個內容特別提到的 好 然後中午 中午就是Equal Rating Innovation Challenge 就是某樣那個 針對 輔集禁用 就是讓大家都可以用 用 有同一個價錢 用一個 就是低的價錢 上的那個 比賽 中午宣布就是得獎者 那得獎者是 那個叫做 誒 忘記名字了 而且我筆記怎麼樣也沒記得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反正我畫到Instagram上面 大家可以進去找 Instagram 或者是去那個 或者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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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MozinaView的 Telegram卷主上 我也一直都要畫 那我翻一下 Telegram卷主 叫做 喔 叫做 Granmark Solutions 就是在印度 好像在印度的一個專案 得到一光 Rating Vasion Challenge的大獎 然後 中午這個 這個 這個議程還蠻有趣的 它不是只公佈說 欸哪個東西得獎 而且它在現場也有放那個 Demo影片 然後有讓用戶 You got my piece 有 有發那個 影片給优戶 他有 就是他有放影片 然後放每一組的影片 然後接下來就 讓現場的人 還是現場其實沒有很多人 讓現場的人分組 討論說我們 選 我們應該要 我們想要投給誰 然後他有在現場也頒了一份 就是現場投票獎 四五千每年這樣 對 結果這樣主要講跟 最後的拜討就是 剛好是兩個共和團隊 這是一個比較意外的活動 然後 我看一下喔 然後接下來 下午 我看了一個議程是 跟性別有關的 TOWER TOWER WOMEN WANT How can we bring together GENDER NICT Policy Advocacy to achieve desire reforms 不過這個 這是一個forum 不過這個forum 我覺得有點 零零散散 索索吹吹吹 所以我最後沒有聽完 對啊 那他是 有幾個成員 W3C的成員 然後有 有某一個 有一個律師 然後有一個 加納還是哪裡的成員 那個 你的 的 的 評語員 分家的 反正是講得很零三三 我的筆記也變得零三 所以就沒有那個 沒有寫什麼 因為真的不知道可以分享什麼東西 對 我們本來要去聽同一個主持人的第二個議程 第二個議程 後來 這個議程結束之後 我就決定那個議程也跟你一起放棄 太可怕了 好 然後,今天聽著倒數,第二個,還蠻有趣的,是ISOC,Internet Society,他們的,他們的 session 然後這個 session 不是,也不是演講,也不是 forum,它是原作討論 就是說,今天就說有五個桌子,然後就,你坐到那一個桌子,就是你要討論的主題 然後前三十分鐘是分組討論,然後最後兩分鐘是那個,各組的發表長子 那他蠻有趣的,他的主題是,他的題目是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making key drivers for online freedom in the next 5 years 那他其實是一個ISOC的研究,他們說今年9月有完整研究報道出來 那他在研究什麼東西,就是五年,接下來的五年的時間 有什麼東西是影響網路,會是最重要的因素,然後會是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他們有找來,他們有提出有幾個,有提出有9個 9個他們目前界定出來的,就是drivers 第一個是那個,實體網路,實體的物件 那些,IoT啊,然後第二個是AI 那第三個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個是,數位攻擊,數位安全 那第五個是,商業跟競爭,Marketpress跟Pretion 第六個是,newstandard跟,就是標準 那第七個是,personal rights跟freedom 那第八個是,第八個我沒有聽得清楚,好像是media 然後第九個是,第七個都是divine 應該是數位落差吧,對啊 那我們現場其實只有五桌,所以是討論 針對五東西討論這樣 針對政府,然後安全,AI,IoT,還有商業跟競爭 這五件事情都很討論 對,那我剛好是帶在那個政府這一桌 那其實,就討論到後來大家都還蠻悲觀的 就是說其實,接下來五年內的政府管制應該都是會強強的 對,因為你政府想要通往那些跨國服務抽稅 對啊,然後想要,想要就是,確保著作權的維護啊 然後,然後像是中國這樣子,確保國內的廠商的競爭啊 所以,政府的管制,對網路的管制應該是會走向 越來越加強,而不是越來越放鬆的那一條路 然後,各組也都有針對這些不同題目,提出一些觀點 但是,我現在還是就是臨散雨季,還沒有整理 那ISOC有時候就是9月會有最終的報告出來 大家都可以追蹤 好,那今天的最後一個議程是 在講社群網路做,在運動,做運動的時候 就是,數位平台,社群網路對於做運動的一些影響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樣是四個人上台做Panel這樣 然後,一個是Article19的,伊朗的女生 那,她是,她有在幫全球支撐寫文章 那第二個是,Index on censorship 的一個,local的一個成員 那第三是,access now 的成員 那第四個是,也是一個local的單位 就是在地的公司,二層這樣 四個人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個議程比較有趣的是,我聽到 比較有趣的是,第一個是伊朗的那個人 那個人,她有講說就是,因為她在全球的支持 全球的支持其實就是要讓全世界的人一起而為 一起關注到某些事情 對,然後她講說他們在伊朗其實就會寫很多 就是,悲劇的故事 像是他們有一個程式設計師寫了一個APP 寫了一個程式 然後那個程式被其他人,被另外一個人拿去上傳 射擊影片,然後那個程式被抓了 到現在幾年了,還沒救出來 對吧 然後,access now 有提了另外一個案例 是很有趣的campaign的案例 是他們跟lush 就是做那個洗髮球 沐浴球的那個lush 對,做了網路 International Down的活動 對,然後就做了什麼 International Down的那個 沐浴球這樣子 404球 對阿 對阿,然後就是可以找到 404的facebox 然後現在應該是在lush的網站可以看得到 對,我有說,我有摸繪到那個 他的那個相關的那個連結 還有他們連結 對阿,那lush這樣子的公司 其實他之前其實並不是很關注這樣子的議題 然後就是可以找到他們合作 然後就變成就是可以結束很多 不是平常我們會碰到的東西 這樣子 那就會有非常多這種東西 對阿,那現場有個維基百科的參加者 Wikimedia來的參加者就有提到說 他們最近在跟教堂做 那維基百科跟教堂有什麼共通性 就是都是在傳出知識的地方 對阿,那這也是一個就是一頁結合 然後你就會結束到很多不同的群眾 對阿,那 然後有人 就其實就有人問到一些問題 問到問題像是我們跟另外的單位去 去合作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會影響到就是我們做 campaign 的 做運動的一些事 一些狀況 那其實 就台上的講者就有提到說 其實我們跟某個特定的單位做 partner 並不代表我們完全 我完全認同他們 因為如果你拿Facebook的放 你拿Facebook的放 來做事情 並不代表說是錯 我就是認同Facebook 我可以如果說錯是我們的馬 就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快寶 快速的紀錄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 今天我參加的心得 第一天 還有兩天 真的非常的長 哇,很像我錄了15分鐘 太長了 明天會短一點 盡量 大家可以再轉頭看一下 就是用這個360度 錄的跑速就是我不用自己轉 好啦,那就這樣,掰掰 拜拜